23 整 喔 吃吧 怎麼知道 4號出口左轉出來 吃走就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J 今天要帶大家來滲水凍吃這邊 超有名的馬鈴薯排骨湯 然後它在Google上面 它的名字叫做 竹川三代馬鈴薯排骨湯 可是如果你們拿這個名字去 韓國專用那個地圖上面找的話 是找不到的 大家要找什麼 那叫什麼文明的什麼土豆湯 對 大家如果在never上面的話 要用文明的土豆湯去找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一起吃 我們也是第一次嘗試這個 馬鈴薯排骨湯 這個在台灣真的很難找到 超期待 Google 它旁邊還有一個地方是 它的分館 Google 哪些菜喔 我們現在進來了 它們的分分館 因為我們看Youtube的影片就想說 這裡的電影是不是都會講中文 可是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韓文 然後整個就完全聽不懂 才要照那個菜單來翻譯的時候 還有我們在講中文 然後那個店員就瞬間切換他的語言 切換 超強的 我們點了一個小的馬鈴薯排骨湯 然後跟他說要加點麵格湯 感覺這樣應該就會滿飽的 而且我現在一進來就是聞到那個 韓式辣醬味道 對 因為隔壁桌圓在吃 就還有聞到 那些是泡菜的味道 泡菜的 對…很香 好期待 我們剛剛用那個趴趴Go翻譯 它翻譯成愁眉苦甜 什麼意思 雞骨土豆湯 所以湯的話它本來就只有湯 加點那個麵格湯或者是炒飯 這樣已經丟了這個 這個應該是丟虎口 這個只有虎口 這個只有虎口 超加熱 他以為這只是一個店 這是怎麼操作的啊 我們可以先吃排骨嗎 因為排骨是熟的啦 旁邊焦魚怎麼吃 等一下 它焦魚怎麼吃 要把這個菜先推下去煮 好 先吃一個肉 好 先吃一個肉 不過… 其實我覺得小的就滿大一碗 炒菜跟… 聞起來就是好… 辣醬味道 辣醬味 刺激很常在家裡 香薯 馬鈴薯感覺燉得超軟嫩的 馬鈴薯很綿嫩 吃起來口感跟炒飯的馬鈴薯感覺快一樣 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再燉久一點會更好吃 不要太均勻的拿起來 超好吃的 吃吃看它的炒菜 最期待的就是來韓國吃炮菜 它只是炮菜不會太鹹太辣 我覺得滿適合 班人可以接受到一口 然後他有給我們這種白菜的炮菜 吃吧 這個台灣正好 沒有那麼辣 而且它吃得到有點真生生的白菜味 我喜歡白菜的 但白菜的比較鮮耶 這個可以直接拿一下肯 拿到自己碗裡 這邊得讓它繼續攪 還有酸菜耶 難怪剛才有一點酸菜味 肉在下面再煮一下 你那邊要插鴨匙嗎 我有插手 比較可惜的是這裡面有酒精 因為它要自己隨身吸 你要隨手攜帶的酒精 啃起來了 一絲一絲 不太用咬 肉直接化掉 好強喔 你看 它噴得很熱 它一整塊好多肉喔 其實肉還算多了 很好啃 不會說 它已經啃不了 它的肉真的已經變到一半 可是你還是吃得到那個肉 就是肉的感覺 直接咬下去就化掉 因為它會軟骨 它很酷喔 嗯 補充膠質 好好吃喔 接下來才有力氣整理 大家都會直接拿起來啃 它很夠就是那種 我們在燉湯的時候會用的那個豬排不夠 但是 它就是因為它的那個肉很多 所以啃起來還蠻爽的 可以 然後它這邊有這個醬 可以沾牌的 喔 我覺得沾這醬更對味 嗯 很像 哇沙米啊 可是它又有點酸酸的 然後 就豆瓣醬啊 哇沙米 它有加辣椒 然後有一點醋 甜甜的醋 我覺得沾醬才有它的特色 因為一般我就剛剛直接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就是豬排 沾上去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沾醬是很爽的耶 這個味道很特別耶 這個醬的味道在台灣吃不太好 我不知道什麼葉子 是不是芝麻肉 有 但它上面有一個是芝麻 好香喔 它是紫蘇葉 我去吃吃到 紫蘇葉它是煮的 一般我都是吃到生的 然後我們在包肉 喔 我覺得紫蘇葉煮 它這個糖很好吃耶 會很香耶 因為它台灣其實紫蘇葉蠻貴的 所以它把它拿來煮菜 就是有點奢侈 三角 我覺得這個醬是神啊 這個最道地的吃法 就是要整個青陽辣椒 然後沾它這個豆瓣醬 好像應該就是青椒的味道 其實非常常加有青陽辣椒 但是它不會辣 不會辣嗎 有一些墊會辣 但是這間就是 你要在那邊慢慢剝 然後我來看看旁邊的 它是這樣剝 這樣子以肉就可以搭那個醬 剝不下來也再可能 你看 但是其實很多這樣剝一下就下來了 很好剝 這個是文明人的吃法 我要當原食人這樣 加那個食 先用手剝下來好像也不錯 因為它有一些中間蠻難剝到的 這個食物不能跟剛交往的 蠻可以用來吃 所以要交往很久才可以起來吃 因為會吃得很難看 可是我覺得它的湯底有到很特別的 它是比較大 就還好 厲害的就是這個神仙醬 我覺得醬是畫龍的名氣 如果沒有醬的話我就會覺得 好像我在家裡也煮得出來 因為那個它也很像是小餐館的食物 鴨腸或不空 對 對 まあ IV来吃吃看它土豆 蠻即遜 好軟喔 超軟 入口即便 велic中 它再炖一下看一件 嗯 整個化掉了 舌頭一啞就化掉 很噁心 它蠻即可教它 它是比較黃豆的感覺 你看它煮起來是透明的 台灣煮起來是白的 它的麻衣服吃起來會有點刷刷 那個滑滑的感覺 它這邊是很水潤的 我知道為什麼它叫麵克大 不是叫它不是叫麵克大 對 因為它很扁 它真的就是麵片 它把它壓得很扁 然後一片一片小小的剖下來 感覺量其實沒有很多 要嚼勁 我們的麵片湯煮好了 大概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就是因為它切得薄薄了 所以非常快熟 你看 非常燙耶 我剛剛有偷喝它的湯 就是它的湯其實喝起來沒有很重口味 我覺得還算清淡 看起來很重耶 滿Q的 不吃點到麵香 有點格拉一下 它的口感很像刀削麵 但是它就比刀削麵厚一點 然後更Q一點 但它又不像當麵克大那麼厚 那麼吃得到那個麵粉的感覺 就是介於刀削麵跟麵克大中間 我覺得很好吃 滿特別的 但如果大家是點炒飯的話 它就是會幫你加份上去炒 然後會加那個韓式的韓湯 然後就會把那個湯全部吸滿 對 這感覺也很好吃 反正就是看個人口味啦 看你們想要吃飯 你吃麵片 然後它也有泡麵的 我覺得這很可以來吃耶 因為這種料在台灣的韓式料店比較少 應該說幾乎沒有看 這一餐吃了兩萬九韓圓 我們剛剛吃完了那個聖水洞最有名的馬鈴薯排骨湯 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就是一般 覺得它是家常料理的感覺 嗯 因為那個湯其實滿清淡的 不然以為它送上來紅紅的一碗 會很辣 很辣 結果還好 沒有 還能吃得下 排骨肉真的啃起來很爽 然後我們剛剛是點小的 加麵格達 這樣兩萬九韓圓 大概就是七百多台幣 對 差不多 一個人大概三百 其實韓國的消費本來就是 我覺得算有點偏高 就每個人 如果一餐要吃飽 吃餐廳的話 可能就是 兩三百塊跑不掉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 它是到下午都開著了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起了晚要來吃也會 然後吃完就可以去聖水洞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接下來會有很多韓國的影片 就 所以說我才不會漏掉 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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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